明天那隻人生精 如果不是撿過這樣的檔 他試集都好的 與有長驅 試得都不錯 大家都知道 黎文的暑假馬的成功率都很高 你們自己抄下來吧 今季黎黎文和你們看試集 第一場就來喝了喜智寶 接著就連續兩場都跑得好的 今天就不跑谷草了 不知為何他跑泥地 上場十三檔初跑千四 落地了都有些理由 我不要理他講什麼 我只是和你看過一集 他的熱愛還可以說 然後就這樣想 就很想說 你會怕抓到他 他知道 他把這樣的東西都買了 我不想知道 你會有這個東西 你會想要有它的聲音 中段拍着的进行星就开始踩上来了 后面一支箭,今天都跑长二百位 这些喜智宝也要查一下 一支箭这里就开始给下去 那只喜智宝还要等那个进行星走开了 跟着一程这里才拉出来,一支箭在后面拍下它 喜智宝这里松两个东西 跟进行星一起追上来了 如果我季初看这只喜智宝 这只剩下雪的资格 她的购买比我皮的资格更漂亮 让我的印象深刻 但是这一波觉得都ok的 看她初跑例的又怎样 我选三长两号,子经站放 这个名称很难写 所以我觉得这只锦原力就不高 下班上次摆布束 去看看会不会有个得适 第3場紫荊賺貨 想清楚先 第3場紫荊賺貨 今天就這麼多了 買50元而已 今天說多一遍 我特地打給你們看 那個亂一點寫 風雪山 死我忘記那個月亂一點寫 請支持雷文頻道 選馬有利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一條片講那麼久 無非都是想解釋給大家聽 那些馬好在哪 或者差在哪 或者雷文為何會選他 跟大家研究一下 賽馬都是一個脆味 雷文都在報告片上講了 一個號碼就不會知道那隻馬究竟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進步 怎麼跑什麼路程 那個號碼不會代表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是賽馬頻道 不是跑號碼頻道 4號的馬林 接著8號的星雲少爵 接著選一號 巴亞報民有事集的巴閉哥 上次我覺得霍雲星騎到這隻馬 流到口吹吹吹吹吹的 可能這隻馬不會太開心 跑得 另外就選了這隻 為什麼我寫錯號碼 5號的法財大師 雖然他加眼罩 那個貨集我覺得一般 不過這個馬房很好鬥志 也很害怕的 如果單純說那個貨集 我就普通的 就是神房這隻 何宅堯又選他來騎 他又加眼罩 看看他加眼罩是不是真的好些 4號的馬林 8號的星雲少爵 沒有寫錯啦 4號 8號 1號巴閉哥 5號法財大師 請支持這文頻道 簡碼有理有句 拒絕信口開河 今天都比較混亂一些 有很多好碼 都撿些檔都挺差的 有很多名 只要再加小混音 1號火山 2號火山 2號火山 江風爆州 2號火山 3號火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